互动式的翻糖作品 参观民众可以经济旅接触 感受翻糖的香气和色泽 也可以自由排列组合 互动区的物件 体验创作的乐趣 造戏硕士生陈毅婷 在校内图书馆举办 陈毅婷翻糖展 展出自我突破的翻糖创作 这一次的创作是关于 翻糖个性的相关的创作 那唯有做一个互动区 可以让大家就是 对于这个翻糖 它的性质的感受 或者是它的颜色 都可以去触碰去移动它 这是我做 就是希望说艺术跟人之间 不要有那么的隔阂的情况 C学院副院长六秀林指出 当初一庭来研究所面词的时候 表示自己很喜欢翻糖蛋糕创作 但感觉困在某种模式里面 因此希望透过艺术领域的学习 累积新知识 新观点 让翻糖工艺有所突破 就是他把这个媒材 因为了解得很彻底 所以他要来运用媒材 突破媒材才有办法 那么这个所谓媒材语意 的这条路径 正是60%让媒材自己说话 艺术家只占40%的操控权 这个跟以往这种工艺的 工艺的这种创作是完全不同的 工艺大概艺术家有百分之百的 这个主控权 那媒材只是一个媒介 那么在现在当代的 这个艺术领域里面 刚好倒过来 这次一共展出十件全新创作 以及两件国际赛事金牌作品 欢迎民众有空来参观 感受翻糖作品的魅力 大野人新闻流行下采访报道